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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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讲 发愿成为利他之义 就今天讲的这个科班 分两个方面 这个科班是 中说和别说 首先中说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里因为舍弃自己的身体 然后用自己的身体 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依靠这个身体 依靠我的身口义 对众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主要讲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平时 应该这样想 因为我在发菩提心的时候 把自己所有的身口义 都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那么从此以后 任何一个众生 不管是未来 过去现在 或者是现在 不同地方的 不同种类的这些众生 只要是看见我 听到我的声语 接触我的身体 包括心里观想我 对我生起贪心也好 信心也好 或者是对我生起 基督心也好 凡是把我作为对境的 这些所有的众生 把自己作为对境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今时 来时 一直获得福果之前 都具有极大的利益 所以有些真正发了 大菩提心的一些 高僧大德的 发愿文当中 经常是有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前往87年 应该87年 在去五台山的时候 当时也是大概在六月初四 释迦牟尼佛的《转法论日》 在那个时候有一次 他老人家也是这样发愿的 就是他的发愿的内容 就是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这样发愿 平时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种发心 或者是自己的 一种心理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发菩提心之前 可能是我的心态 经常为了自己 为自己的亲戚朋友 有这样的想法 但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自己的身口意 所作所为 言行俱传 全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始终都观想 把我作为对境 众生从行为上 对我恭敬也好 供养也好 或者是对我进行礼拜 这些也是成为菩提之因 然后把我作为对境 用他们的各种不恭敬的 一些行为来对付我的话 我也是发愿 就是愿这些行为 全部变成这些众生的菩提之因 所以我们这里 始终都要发这样的愿 如果我们心里 真正有这样的愿 那么我们出门的时候 或者是你到街上去也好 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有些众生可能看见你 有些众生听到你的声音 凡事不管怎么样 有些众生好像对你生起欢喜些 有些众生对你生起延安些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发愿 凡事把我作为对境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离苦得乐 究竟获得圆满正等学的果位 这就是我们发愿的目标 大家一定要在实际行动当中 身体里行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大家在座在经堂里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这样想 但是你出门的时候 或者你接触众生的时候 能不能这样想 不管是我做什么事情 都成为众生有利的事 应该这样想 下面别说 分两个方面 回向意乐具有意义 和回向行为具有意义 我刚才在众说的时候 也基本上讲了 一个是从行为上面 我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 其他的众生 对我怎么样的行为 都得到利益 第一个 不管是别人对我发什么样的心 都这些众生得到利益的应 应该这样想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若人应见我 生起心增心 远比恒成为成般众利盈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凡是愿与我所有的众生 不管是他们对我 生起嗔恨心也好 或者是对我生起清净心也好 凡是作为对境的 这些所有的众生 就是时时刻刻地 愿他们得到利益 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 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暂时不断而去 获得人身忍天福报 究竟立刻 也就是做从能会当中 获得解脱 应该这样想 我们世间当中真正具有 菩提心的高僧大德 或者是菩萨 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菩萨和高僧大德们 实际上都是见闻 就是依恋或者是接触 全部都是得以利益的 因此我们平时 见到一些高僧大德 他真正是 诸佛菩萨的化现 那么我们见一见他 听一听他的声音 或者是接触他 都有得到非常大的利益 如果不是清净心 即使以憎恨心 就是见到他 也是有一定的利益 那么这是 也有这个公案 就是在《宝积经》当中 有一位叫做乐僧菩萨 这个乐僧菩萨实际上 人们都见而生欢喜的一位菩萨 后来他到舍威城 也就是说城市里面去化缘的时候 有一位上主之女 叫做圣德姆 圣德姆看见他以后 对他生起了极大的贪心 后来因为他的贪心 极为强烈 最后明觉死亡而死去了 死去以后他转到三十三天去了 后来通过他的神通 或者是他能回忆起以前的一些经历 以前经历的时候 原来他是以贪心 不清净的这种 三度里面的贪心来转生到善去 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觉得非常的奇怪 怎么会是以贪心 而转生到天界当中去呢 后来他知道是对境的殊胜菩萨 是非常了不起的原因 因此他带着五百个天人 一起来到人间 用鲜花供养 供养菩萨 这样的公案 应该在《宝积经》当中也是有的 其他的有些 好像记得《大圆满大车书》当中 也是已经引用过 所以我们对菩萨 就是生起信心 当然是不用说了 即使生起一些憎恨心 或者是贪心 也成为有利益的 那么生起信心 就更不用说的 以前佛陀在《趋入顶不顶受影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宣说 佛陀告诉诸弟子 比如说我们十方当中 所有的一切众生 他们的眼睛全部挖出来 后来有些人发心 把他们的双目全部恢复 那功德也是很大的 而且关在监狱里面 所有的十方众生释放出来 就是清黑的监狱里面 所有的众生释放出来 功德也是很大的 令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获得了转轮往翻天的果位 当然这些功德福报 是相当大的 但是有些人 如果获得了生计心的菩萨 对他生起清净的心 那功德远远超过前者 这也是在刚才这部经典当中 已经讲了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菩萨非常非常严厉的对境 但是这种对境也可以说 不管你对他生嗔恨心也好 生嫉妒心也好 生什么样的心呢 正因为菩萨的发愿力相当强 这样以后 不但对你的果报不严重 而且将来会获得 无常的利益 因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 大家始终都应该这样想 现在我已经发了 菩提心的人了 那么从此以后 不管是别人对我生嗔恨心也好 对我生不清净的心 或者说对我生清净的心 愿他们得到利益 以前上师如意宝的 菩提金刚的手机当中也是说了 凡是与他结缘 都往生极乐世界 应该我们心里 有这样的一种愿望 凡是对我结缘 哪怕是用嗔恨心 或者是用其他的 不太恭敬对待的话 暂时可能众生 会受一些痛苦 但是最究竟来讲 因为对我结上缘 所以愿他获得真正的解脱 这样的发愿 对我们每一位 修学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当然是至关重要 下面就是说 回向行为 行为具有意义 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别人对我什么样的行为 都应该得利益 我们要这样回向 这样发愿 那么颂词是这样讲的 这个意思非常清楚 不论是任何一个众生 直接或者间接对我 把我作为对境 以恶语众生 或者当面进行对我诋毁 毁谤 这样的人也好 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 加以损害 比如说用木棒来打我 或者用石头来打我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行为 来进行摧毁我 这样也好 那乃至有些众生 在当面也好 背后也好 挖苦 或者说侮辱我 击毁我等等 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应该发愿 我们不但是对这些众生 从来不会报仇 不会恨他们 而且我还心里面发愿 但愿这些众生生生世世当中 具足菩提的殊胜因缘 具足菩提的殊胜因缘 应该这样想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有这方面的宣说 尤其是我记得 无诸菩萨在三所海的 以前我们翻译过一个 三所海的最后也有这样的 无论与我贪心或忏悔 无论对我生起贪心或者忏心 极毁一劫足利害 凡是见闻接触者 习劫受得胜菩提 习劫受得胜菩提 意思就是说 不论是对我摧毁也好 作害也好 或者生起誠心 贪心等等 凡是把我作为对境 见闻接触的所有的众生 在很快 最快的速度当中 让他获得殊胜菩提的果位 因此我们应该 经常也这样发愿 这种发愿是相当好的 以前无诸菩萨也是在 怎么说 那个三所海的最后 有这么一个发愿 华智仁波琪 以前也有这样的愿词 无论是我的这种善说 别人听了 或者别人见到我 听到我的声音 忆念接触 与我进行对话 这些众生 愿他们遣除 造无无间罪的罪障 然后诸实了 趋入恶趣的门 最终往生到清净的 波扎那刹土 波扎那是观音菩萨的刹土 所以华智仁波切的这句话 也是说明了 我们这里面的意义 因此我们平时也是这样 想不管是别人 对我什么样的看法 都无所谓的 好也好 不好也好 因为我们所谓的菩萨 自私自利的心 应该说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的意识 没有自我的保护 那么所有的众生 把我看着什么样的对境 来对待都无所谓 只要与众生结缘 让他获得真正的利益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有时候也是应该这样想 所谓的菩萨 在什么样的身份来出现 这个我们很难说的 比如说我们到一些商店里面 商店里面有些 买东西的人也好 或者是旁边有许许多多的人 来来往往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这些都不是菩萨 因为我见到他 接触他 或者听到他的声音 这些都很有可能 菩萨的化现 而且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想 从现在开始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愿我自己变成 如是具有意义的菩萨 把我作为对境 哪怕有些人当面骂 背后骂 或者怎么样 愿他们得到真实的利益 以前文殊菩萨的十大愿当中 也有这方面的发愿 这个你们也应该清楚 所以我们经常成为 菩提的殊胜因缘 这一点自己也这样想 以前世尊的一些 公案和传记当中都经常有 因为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发愿 这种发愿成熟以后 只要众生建造以后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 有些可怜的众生 对他生悲心 实际上众生很有可能 菩萨的化现 不一定要需要 对他生悲心 就像以前乌珠菩萨看见 密立菩萨化身的牧口一样 一看的时候 看起来特别可怜 但结果是真正的弥勒菩萨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看见特别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很有可能他是菩萨的显现 我们有时候看见 有些众生脾气也不好 或者他的行为都不如法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话 那也不能排除菩萨的化现 因此一方面 我们要对外境 要观清净心 所有的行为 各种各样的人当中 很有可能显得是菩萨的相 另一方面 自己也是时时刻刻 都是这样想 凡是众生把我作为对境 愿我的这些众生 都获得了暂时究竟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发愿的最终目标 这个入菩萨心 并不是口头上所说就可以了 应该实际行动当中 这样想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心处作我都这样想 凡是把我作为对境的这些众生 都得到利益 这就是我们的发愿 也是在自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的 唯一的一个殊胜因缘 如果我们自相续当中 没有这样的发愿 没有这样的回向 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菩提心生起 这也是有点困难 因为我们前面 一方面是要积累资粮 就是要依靠七指功 来净除罪障和积累资粮 另一方面 自己的心一定要修 要修的时候 昨天所讲的一样的 要抛弃自我 如果没有抛弃自我 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眷属 特别执著 那么他是不是 真正生起菩提心的发起 这一点有一定的困难 下面就是讲 回向成为利他利种之因 然后我们再继续发愿 发愿是什么样呢 一定要把自己成为 众生的利益的根本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有人无护意 愿意必应到 并作独者作传法与桥粮 那么这个是我们佛陀的 往昔的殊胜因缘 而成熟在众生面前 各种利益的事物 所以我们首先想 让我在生生世世当中 就是变成了过路的 没有依靠的 或者是流落到一些 陌生之处的一些信任来讲 变成了他们的道路 或者是变成了他们的向导 变成了他们的引导者 然后世间上 也有非常可怜的 一些无依无靠的 或者是均软一生的 鼓鼓伶鼎的 这些可怜的众生 这些可怜的众生面前 让我变成了真正 引导他们的护主 具有一定的势力 智慧 财力等等 这样的势力 所以我们平时 也应该这样想 世间上凡是有一些能力 有一些智慧 包括我们有时候到一些深山去 或者到一些寺院里面去 有一些向导 道友 这些也实际上 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原来舞台上有一位居士 我比较熟悉 然后他问我 我现在靠道友 每天给他们有一些机会 讲一些诸佛菩萨的功德 但是我在别的地方 赚钱赚的可能比较多一点 到底我选择哪一个 我当时说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当道友吧 看每一个寺院里面去 你自己的机会也可能多一点 然后同时你在别人面前 宣说这些佛法 实际上你就是 变成了真正的大法师 有时候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世间的有些道友 嘴巴也回首 不过有些道友 讲的一些乱七八糟的 他根本不懂佛法 讲一些佛法 根本不懂一些历史 讲历史 这种做法是不好的 但真正的一些道友 或者真正的一些 介绍有关历史佛教的人 也是可以说菩萨的化现 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想 凡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迷路的众生 我们就变成他的引导者 实际上是无依无乎的 有些可怜的众生 真的是 对他帮助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对他帮助 实际上是 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 对他暂时的一个帮助 大家都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前一段时间 广东那边也是有一位 这个比较有名气的 一个现金分支吧 后来他就得很多的 荣誉奖 荣誉奖 但他的来源是什么呢 以前在有一个护理院 每一个礼拜当中 他去护理院 照顾那些老人 后来他们都觉得 他的精神是非常可嘉 大家都评为现金末法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 有些发大菩提心的人 不仅仅是一个礼拜当中 去一次两次的 应该说是白天晚上 这样有时间帮助众生 这就是我们菩萨的行为 应该有一些奖 我想是发了菩提心的人 应该得大奖 因为他没有任何条件 没有任何目的 自我的目的 什么都是没有的 但现在有些 所谓得嘉奖的这些人很有可能 他自己有一种目标 因为他对自私自利的 这种自我的执著 是相当强的 那么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我想世间当中 应该得嘉奖 他是永恒的利益众生的 无有条件的利益众生 这样的一种大乘修行人 所以无有路人面前 应该成为引导者 并且在渡过江河 这些人面前变成一些航船 船发 船只 以及变成桥梁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有时候可怜的一些众生 很想过江河 过一些湖泊 或者是过一些荒芽 有这样的话 那么所谓的诸佛菩萨 变成这种船发 变成大船 我们平时看见一些 在海洋当中 有一些大船 有一些航船 应该把它看出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平时在海边城市里面的人 经常看见 我原来在大连的时候 看见很多很多的渔船 我想这个是不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还不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我想应该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佛陀的种种化身当中 都已经讲了 变成什么 比如说我们《无垢光尊者》的 《大圆满信息修习大船舌》当中 都已经讲了 说是什么城市 然后度过大江的时候 变成船发 桥梁等等 也讲了很多 大乘的一些经典当中 也讲了那么多 但是如果它是真正的化身 天天都是在抓鱼 那这样佛菩萨的化身 是不是 后来我想说 我可能是不害众生的 利益众生的这些船 什么航船全部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是不是这样解释 我是有时候到了海边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思索 在思索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思索的方式 都是不同吧 原来也有一个 关于船指方面的一些故事吧 听说有一个人坐船 有一个哲学家 他是坐船 然后他对那个船夫 给他说 你懂不懂哲学 他说我不懂 那你不懂哲学 你失去了人生一般的生命 就是没有意义 后来他到了大海中间的时候 他问你懂不懂数学 他说不懂 当然那个船的人肯定不懂 后来他说那你这样 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过一会儿就开始出现飓风 然后船只坏坏在海里面 那个时候那个人告诉哲学家 他说你懂不懂游泳啊 他说我不懂游泳 那你失去了全部的生命 意思是我都还算是好 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八十 但现在你懂一点再学 也算不上什么了 已经所有的生命都没有了 说有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这种爱好 和自己所重视的也不同 比如说 学理科的人就认为 这个是世间当中最重要的 我们也是讲隐蔽的时候 说是 隐蔽是世间当中的 世间的明末最重要的 然后明天如果讲俱世论的话 哦 俱世论是如何如何重要 这个人每一个人都可能 研究的领域不同 然后说出来一些他的功德 有一些利益也会有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有时候看了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种传执 传法 这些都应该说是 诸佛菩萨的化现 就这样想 然后自己也是这样想 看见你看在大海当中 有来来往往的很多的游客 在船里面 很顺利地渡过大洋 那么我们自己也想 愿我将来变成这些船吧 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飞机 我们想 愿我变成飞机 利益众生 我们看见有些公共车 出租车 有些轿车的时候 我们也心里面发愿 愿我变成这些车辆 利益众生 我们看见外面一些 江河里面也好 湖泊里面也好 或者是一些大海当中的 一些船子也要这样发愿 这应该说是 我们发愿的角度来讲 愿我们变成这些来利益众生 然后从诸佛菩萨化现的角度来讲 他们是通过这种 无情无的方式来帮助众生的 因此有些人认为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佛 没有佛教 很偏蔽 实际上当然我们从佛的 教法 正法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如果另一个角度来讲 佛和菩萨哪里都有 只要是对众生得利益 都是诸佛菩萨化现 包括现在通行比较发达的 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什么 手机啊 小灵筒啊 大灵筒啊 什么这个 那个都已经拿了 但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这就是诸佛菩萨化现 佛陀你拿在宝里面 或者佛陀天天拿着 有些人好像没有这些电话 就失去了生命一般的 价值一样的感觉 到了很远的路以后 我的手机忘了 马上回来了 实际上古人 根本没有这样的 有时候看来 现在我们城市里面的人 有了这些方便以后 也有轻松很多 有时候看来 有了这些以后 也有很多的压力 但不管怎么样 从利益的角度来讲 只要对众生方便 只要对众生有利 只要对众生有帮助 这就是佛和菩萨化现 所以他这里所谓的传执 也这方面有一定的利益 以前包括外面的一些圣经 圣经当中也有这方面的历史 比如说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也有这个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呢 以前人类 他们造了很多的恶业 在整个世界上已经 从此罪恶 充满血行 这样以后 所谓的上帝都不高兴 不高兴以后 他准备出现洪水 出现大海的波浪 一目所有的人 那个时候有上帝 也是对特别善良的 一个叫做是罗亚 他对罗亚说了 再过一段时间 会出现水灾 那个时候你应该自己 自我解脱 应该想出一些办法 做一只三层的船 后来他确实是 做了三层的船 然后整个海水爆下 而淹没世界的时候 他世间上很多的生命 功德和摩德 在这个船之上 这样以后 这个水整个 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大山 最高的这个山顶 都是看不见了 已经到了这个 在这个时候 当时那位善良的人 他看看 世间上是变成什么样 他就拍一个乌鸦 看看世界上有没有潮地 最后乌鸦没有回来 后来他就拍一个鸽子过去看了 结果那个鸽子 他到外面去 找到了一些书役 回来了以后觉得是 世间上还是有一些干燥的地方 大海已经退下去了 水已经退下去了 然后所谓的人类 从此而翻延 所以整个人类期限的时候 所谓的传执 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讲 是起了救护世界的一个作用 后来很多的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他们认为 刚才罗亚方舟在苏联 或者是在什么 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 没有发现了 凡是现在说得比较多 听说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吧 应该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一般 有无数的人 对他崇拜得不得了 从他们宗教的说法来讲 所谓的传执 也是上帝特意 对众生安排的一种方便的事物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 理解也是可以的 当然从其他的有些教言来理解 也应该没有什么不可疑的 因此传法还有桥梁 世间上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桥梁 大桥 小桥 比如说大桥的话 就是像英国的千年大桥 或者是美国的精明大桥 好像台湾有一个叫做什么 圆山大桥 还是什么的 中国的普洞 我看看上海的普洞大桥 是吧 还有我们拉荣 有一个叫做是 我们那边那个叫什么 拉荣大桥 是吧 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桥啊 这些都是 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发现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桥上面 真的有车啊 人啊 无数的 很顺利地渡过这个河 那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发现 所以我们真的 坐桥啊 修路啊 或者修路 这个什么 修桥 布路等等 古人也认为这是遣除违缘 然后得到顺缘的 非常好的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一方面就是这样想 一方面自己也这样想 愿我变成一座桥 愿我变成船只来利益众人 你看这个桥没有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过墙 有了这个桥以后 在这个桥上面 有多少个众生 可以顺利地渡过 因此诸佛菩萨的发现 应该说是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也应该 有了这样的心态 那我们肯定帮助众生 你看我变成桥呢 我如果变成一个桥 桥的名声 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世间八法 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即使你有世间八法也是 它就没办法享受嘛 它在显现上是一个无情物 所以我们作为菩萨 应该是这样的 即使对我有名声 也不是我自己的 不像我们现在世间上的有些 做好人好事的人 他们都是有目的的 不像这样的 应该是 无有任何条件的 这种非常纯正的心 是我们菩萨的 唯一的一种心态 那么最后一个颂词 它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他这里就是说 在这个世间当中 就是有些人 有些以前商人 他们很多年 或者是很长的时间当中 在大海里面特别的疲倦 在那个时候 诸佛菩萨有时候在大海当中变成岛屿 就变成岛屿 这是佛陀的一些公案当中 包括《世尊传记》当中 也是有的 在商人面前变成岛屿 不过现在可能有些交通比较方便 以前阿底下尊在的传记当中 从印度到金州之间 坐了好几个月的船 然后才能到达金州上师所在的海岛 也就是说 凡是在大海里面的这些岛屿 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而我们自己发愿的时候 也是想愿我将来成为岛屿 让无数的客人 无数个疲倦者 依靠我来获得利益 应该这样想 我记得以前上师如意宝 93年的时候 去美国弘法 后来从日本东京 中间坐九个小时的飞机 到了小屋的时候 到了美国 人们都称为美国民族的 夏威夷海盗 那么夏威夷海盗的时候 一方面当时这个海盗 的确也是世界各个地方的游客 都到那边去旅游 参访 也非常有名的 一个世间的岛屿 另一方面 看整个环境相当的有名 后来上师如意宝下飞机以后的时候 当时都是说了 我们《入菩萨行论》 里面不是讲了吗 菩萨变成岛屿来利益众生的 那么这个岛屿应该说是 《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讲的这种菩萨的化现 你看 我们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 虽然不是坐船 但是坐飞机也是很累的 那个时候上师如意宝也是 身体并不是不好的 还算也是可以的 然后一直讲了我们《入菩萨行论》的有些颂词 一边背诵 一边宣讲 其实真正的修行人 把所学过的佛法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能引用起来 你即使手没有带的时候 也能引用起来 这就是修行的一种作用吧 应该是这样想的 我昨天看他们《四百论》 《定戒宝藏论》 都背得很好的 后来我心里想 哎 很好 如果能这样背诵 他的内容基本上 都是心里面有影响的 如果这样 那再过几十年以后 或者再过很多年以后 他的内容应该 浮现在自己的心里面 那这样你不带着授业 实际上有一定的修行方面 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我们当时《四百论》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还在自己世间当中 有一些非常可怜的众生 他们都处于一种黑暗当中 没有光明的 在这些人面前 应该变成明灯 然后对他们直落 对他们出现一些光明 现在世间上 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面 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外面 还是里面灯 非常的庄严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想 这是诸物菩萨的化现 诸物你每一次 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灯增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 那么这个时候 一方面想 诸物菩萨现在显着 明灯的方式来利益众生 包括我们现在 所看见的这些灯 就是诸物菩萨的一种化现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面 也是想 愿我生生世世变成这种明灯 然后选出众生的这种黑暗 然后得到了正法 或者智慧的光明 应该这样去发愿 然后我们世间当中 还有很多的人 自己身体特别劳累 或者想睡觉 或者有时候 讲课的时间太长了 已经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习惯睡懒觉 很想寻找自己的窗塔 因为我们人对自己的窗 还是有一定的 可以说很好的联系吧 因为每天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以前有些学者说 人一般都 人身的三分之一 都是在窗塔上 我有时候感觉是 人老了以后 可能在窗上睡觉的 时间比较长一点 因为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 或者整天都是不离开窗 所以所谓你的这种窗 实际上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因为佛陀或者菩萨 他觉得你没有窗 光是在地上睡 潮湿 或者不行的 我们有些人实在不行 也是那几个斑皮堆在那里 就是在这个上面睡觉 其实真正的有些修行人 看一些古代的修行人 从来都是没有什么 钢丝床 木板床 或者是鱼床 善户床 这些什么都是没有的 但现在修行人的要求比较高 一定要大床 高床 或者说 这方面可能要求 比较高一点的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应该说 就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我们自己心里 也应该这样发愿 让我变成一些常踏 让我变成一些勇具 不仅仅是这个 我们这里面还没有说的 许许多多的 比如说 我变成麦克风 或者我变成一些刹杯 我变成笔 就很多很多的 这些自具食物 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然后我们应用的时候 也知道是诸佛菩萨的光明 或者是给我们 给予的一些方便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 也应该始终都这样发愿 只要对众生有力 只要对众生帮得上 我就变成无情法 无情法都可以 这是在佛陀 《佛子显慧经》当中 也有说明的 而且在《学集论》里面 也引用了大量的教证 已经说明了这些道理 因此我们应该也是这样想着 然后后面还说 凡是需要仆人的 需要仆人的 愿我变成他的仆人 比如说有些人 他找不到侍者 有些人找不到自己的弟子 或者是有些家里面 找不到自己的保姆 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 然后诸佛菩萨发愿 应该只要被别人帮助 那变成太阳的 所以有些上师 不一定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有些菩萨特意到上师面前去 变成他的使者 然后我们根本不知道 原来弟子是真正的 佛佛菩萨的化现 我们没有对他恭敬 对上师恭敬 上师不一定是 佛佛菩萨的化现 因为他没有找到使者 到处去找 结果找到一个菩萨来当使者 也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我们有些人 对使者不恭敬也不应该 应该对所有上师们的 使者也应该恭敬 然后有些不一定要恭敬 企业家或者老板 不一定要敬 应该下面做事的一些仆人 扫地或者踢水 因为诸佛菩萨 他不像我们有些人一样 他只要是帮助众生 他愿意当服务员 现在好多公务员 说是人们的仆人 人们的公仆 但我看有些说起来是这样的 实际上并不是人们的公仆 在办公室里面 自己认为自己是特别了不起 来了一些他属下人们的时候 他认为我不是公仆 我是大国王 自己认为自己有这种威严 不管怎么样 我们自己也是应该这样讲 在哪一个地方 只要帮助众生 只要利益众生 我就变成这样的 所谓的菩萨就是这样的 但这种发心的确是经济很高 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现在马上能做起来也有点困难 别说是做起来 甚至有时候发愿 有些人可能不敢 哎 愿我生生世世变成别人的仆人 有些人想 哎 仆人多苦啊 没有钱啊 没有地位啊 天天都烧地啊 那这样一个月四百块钱 怎么会是能过得了生活啊 我不愿意变成仆人 我愿意国王 我要发愿变成国家的总统 可能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菩萨的发愿 应该说是利益众生为准 其他什么目的都没有 什么要求都没有 只要是利益众生 什么样都可以 有情物也可以 无情物也可以 白的也可以 黑的也可以 你变成什么样的仆人 只要对众生没有利益 哪怕是你变成转轮王 帝氏天 或者所谓的上师 国王 都不愿意当 只要对众生有利 即使你变成了一个 人人都非常讨厌的乞丐 你也愿意当 你每天都是在祈祷 拿一个大碗 每一个客人面前去要钱 结果这个乞丐 是大菩萨的发现 别人一看见他 或者讨厌他 他马上要积累资粮 马上也对他结缘了 很有可能的 所以有些乞丐 看起来都是非常出恶的 然后很多人都不想接近 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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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五毛钱 你不要来 不要来 它好脏啊 在实际上他真的是 诸无菩萨的发现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 始终都要发这个愿 是很重要的 今天在这里大家也应该了解 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以后别想什么其他的 我要获得一个非常殊胜的成就 我要转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以后 听说那边有吃有穿 那个时候 我可能生活没有任何问题 肯定是阿弥陀佛的保险公司 还算是很不错的 那时候我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解决了 不能这样想 应该想祈祷诸佛菩萨 只要我能利益众生 我心甘勤愿发这个愿 这是我们每一个 大乘修行人来讲 应该所发的愿 今天讲到这里 我跟祖陀佛的朋友们 说得好 我看好 我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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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